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原码已经传播甚远 想要彻底消除影响 无异于痴人说梦 从不合规内容到平台安全问题 类似的事件在B站时有发生 对于B站来说 无论是企业形象或是用户认知 都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最说一个大的公司发展 必然会遇到不少问题 在涉及原则底线的问题 应该被杜绝 9. 成败基因二次元 B站发展到今天 已经囊括了娱乐 游戏 时尚等众多板块 也有众多的机构号 进驻其中早已不是最初内容 单一的二次元平台了 但二次元的这个烙印 始终深深硬刻在B站的身上 从2009年的一个小平台 到今天行业独角兽 可以说二次元这个鲜明的标签 成就了B站 但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 特定的标签也就成了桎骨 难以突破的固化 认知成了企业转型突破的最大障碍 谈及B站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依然是弹幕 亚文化 动漫 在这样的刻板印象之下 主流市场和受众的接受 就显得极其不易 加之之前B站的主要受众为最世代 因此营销推广 并未将焦点放在 非年轻化用户身上 所以品牌的知名度也并不高 目前B站已经尝试改变这一现状 将打破用户边界 拓展新用户作为重要的战略之一 但可以预见重塑 品牌形象绝非意识 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中 B站还要面临老用户给的压力 B站不再是以前的B站 B站初心不再 这样的言论并不少见 社交属性明显的B站 用户排他性也格外明显 以浓厚二次元氛围 聚集在一起的用户 随着非二次元用户的涌入 在难寻归属感时 必然会流失 二次元在带给B站辉煌 今天的同时 也为未来发展埋下隐患 如何平衡 新旧用户之间的关系 打破二次元的桎 这个问题 亟待解决 B站面临的问题 可以被归纳为平衡二次 如何平衡 新旧用户体验 平衡商业化与情怀 平衡大众与小众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B站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解决好了这些问题 B站前路自然是柳暗花明 反之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那未来发展 势必艰险 时写在B站的诗 于远方 之前一篇 名为在B站 深夜发弹幕的年轻人的文章 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文章讲述了几个普通年轻人 与B站的故事 平淡却又真实 B站为何会 不获众多年轻人 留言里 可以窥见答案的影子 因为弹幕会告诉我 我不是一个人 十年前 一个寂寞的年轻人 创造了Bilibili 十年后 万千寂寞的年轻人 成就了Bilibili 发展十年的B站 不仅仅是一个 单纯的社交网站 它对于许多人 来说意义不凡 十年前 B站给了众多二次元用户 一个聚居的平台 十年后 众多的年轻人 在这里释放压力 寻找快乐 十年时间 无数人在这里找到了 自己和生活的意义 找到了许多 和自己一样的人 这个小破绽 B站承载了许多 从小破绽 到今天背后 站着腾讯与阿里 两大巨头的上市公司 B站带着一代年轻人 共同成长 但企业的发展 必然要遵循经济的规律 和市场的挑战 危机与机遇 从来都不会缺少 B站也不例外 下个十年 B站必将在更大的风浪中 迎来自己的全新的未来